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下平往生 也是阿维越智菩萨 这就是告诉我们 哪怕你不到极乐世界 只怕不去 真正到了极乐世界 最低的品位到那边去 你的享受 你的智慧 你的神通道理享受 跟启迪菩萨一样 这个法文叫难行之法了 真难行啊 但是我们相信 佛不当往人 佛不是假话 佛说的肯定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我们真干 那你就真的得到了 这个机会 不是千载难逢啊 千载时间太短了 彭基金居士告诉我们 彭基金居士告诉我们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的一天 我们遇到了 那吴泽天 给华言金做一个开金戏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们今天遇到了 如果当面错过 那你真的是大错了啊 特别是我们看到 现前灾难这么多 学佛的同学 明了啊 心里有素啊 灾难怎么发生 知道 用什么方法化解 也知道 可是 成这个殊胜的缘分 我们抓紧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更殊胜了 那今天的环境 帮了大忙了 没有这个环境 你还没有发心 对这个世界 还有流泥 这环境现前 知道了 留不住 身外之物 一样留不到 连自己身体 恐怕也保持保不住 趁这个机会走 多好啊 两三年的时间 足够了 那古今 十多大德 给我们做了证明 所以 要用界定会 观察一些法 不深知足 重要啊 从我们日常生活 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做起 学舍家 一切随便 一切随便 饮食器具 人家供养什么 就吃什么 不要支柱 不要分别 从这个地方下手啊 自己的饮食器具 不要求任何人 随分过度日啊 老师念佛 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叫真修行 真正的没有执着心 对待一些人 平等对待 活目向处 六合径也真的 可以得到落实 感谢观看